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到了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前面一个大段落 就是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 那么这个段落呢 承接着上一集的内容发展 继续透过先知以赛亚向巴比伦国发出预言了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的经文 就是第一到第二十节 耶和华要连续雅各 必在拣选以色列 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 紧贴雅各家 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币 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 挟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 烦恼令人勉强你做的苦工 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提这首歌《论巴比伦王》说 欺压人的何尽袭灭 强暴的何尽止袭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 挟制人的归 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 在怒气中挟制列国 行逼迫无人阻止的 现在全地得安息 想平静 人皆发声欢呼 松树和黎巴嫩的香薄树都因你欢乐 说自从你扑倒 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你下到阴间 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 又因你惊动在世 成为首领的阴魂 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 都离位站起 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 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 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你的威势和你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 你下扑的是虫 上盖的是蛆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国的何尽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椅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 留意看你 说 使大地战斗 使列国震动 使世界如同荒野 使诚意寝负 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 是这个人吗 列国的君王 聚各在自己殷宅的荣耀中安睡 唯独你被抛弃 不得入你的坟墓 好像可憎的知子 以被杀的人为一 就是被刀刺透 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 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 你不得与君王同葬 因为你败坏你的国 杀戮你的民 恶人厚一的民 必永不提说 这段相当长的经文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见 首先 先知以赛亚 告诉所有的百姓 巴比伦的兴起 其实要受神审判的 原因是 神怜悯他的百姓 那么巴比伦最后会受审判 这个的审判 是怎么样的进行呢 在第四节 一直到第二十节了 这边就是一段 所谓的巴比伦的哀歌 这是一段诗歌 用诗歌体的方式 来描述 巴比伦将来陷落的时候 会遇到些什么 众所周知 诗歌常常有很多比喻的 那么这些比喻呢 就是衬托出 作者要讲的内容 那大家一定看见了 这里面有一个比喻 非常生动的 有一天巴比伦也要灭亡 于是巴比伦王就下到阴间 那么阴间里面 有其他曾经被巴比伦 消灭过的国王 现在这些 所有在阴间的国王 看见巴比伦王来了 欢迎他 他说 哇 你原来跟我们一样 一样的乱弱 一样的有限 一样的下到阴间 这样当然是一个诗歌语言 用一个讽刺的语气 来预告巴比伦王 或者巴比伦帝国 无论多么厉害 最后也是要灭亡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先人既有罪孽 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 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 在世上修满成意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兴起攻击他们 将巴比伦的名号 和所剩余的人 连子带孙一并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巴比伦为建株所得 又变为水池 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进他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 我怎样思想 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义 必照样成立 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树人 在我山上将他践踏 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尖头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 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 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这个段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 那就是最后当神的手伸出来 谁能叫他收回去了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诗歌描述了 意思就是 当神的旨意如此立定 谁也改不了 神的绝对主权 是的 当神的主权显明的时候 人间没有任何一个力量 包括强如巴比伦的力量 这就是巴比伦哀歌 所以会唱出来的原因 这个狂傲的巴比伦国 虽然坚强 虽然有很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最终敌不过神 永恒的旨意 求主让我们从这段经文 学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 第一 给我们看见时间和历史 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要让他的百姓 早早知道 你们想依靠的那一个国家 将来的下场如何 为什么现在就可以说呢 因为时间和历史 掌握在神的手中 第二 狂傲的人必定跌倒 因为当神的旨意显明 再狂傲再强大 都不能与神为敌 这两个功课 带领我们今天教会时代 每一位弟兄姐妹 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不论我们遇到 什么样的境遇 我们必须深信 时间 历史 机会 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就有正确的态度 面对我们的顺境 或者是历境 永远记得 在神面前 我们都应该心存谦卑 恳求神的主权大能 引领我们 我们也顺服而行 愿神祝福你 平安 要紧接着 周困扶 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